美国的财长耶伦 为什么要说他呢? 大家知道现在美国的国债 已经去到31万亿的美金 什么时候增加得快呢? 首先在2008、2009 应付金融危机 金融海啸 大量印银子 当时是无限量宽 所以大量印银子大量发债 美国国债大量攀升 接着近几年 为什么又再大量攀升呢? 主要是特朗普时代 一些是动荡的时候 譬如说他制裁 就是某些制裁中国 接着就是金融市场波动 另外就是近几年的疫情 疫情之下 令到美国经济又是停滞不前 那结果呢? 几个这么重要的事件发生 都不若而同 美国需要大量印银子 大量发债 所以搞到现在 负债31万亿美金 那耶伦现在就很紧张了 因为第一个上限 就已经到了 那需要延期 如果不延期的话 那很快就是 就是美国政府都没有钱用 那美国政府没有钱用 就不单指说 美国的政府机关要关闭 或者部分是临时要关闭 或者没有钱出粮给美国政府人员 最大问题就是随时 美国这31万亿美金的国负债券 是没有钱去比息 这个债券持有的人 那就大事了 所以就是一向以为 风险是零 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 就是美国国负债券 那一下子 现在开始有人说 喂 美国国负债券 究竟有没有机会 违约的 那就 有没有机会违约呢 真的不知道 如果那个 债务的上限 是不可以暂时延迟 又或者第二样就是 提高的上限 是一样的 一是你延迟 但是延迟是短暂的 另一样就是提高上限 以往通常都是提高上限的 扭揚一轮 因为执政党 无论是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 那通常都会被在野党困难你了 那今次就是 执政的民主党 就被在野的共和党困难了 那一定困难你 拖延你 那通常 暂时来说 最后都会通过的 那今次是否都会通过呢 相信都会是 但是 其实这个可以解决到短期的问题 真真正正 长远 现在发生的是什么事 就是 中国 或者日本 这些外国家 是不断地抛售 美国的债券 那就是 刚刚看回二月份的数字呢 中国又卖出了 106亿美金的美国债券 国负债券 日本 更多 日本是卖出了 226亿美金 所以 加上 所有海外的国家 二月份 是卖出了 一共是 589亿美金的 美国国负债券 就是 除了中日之外 还有其他国家 都卖了 大概 200多亿 那就是 有国家是跟随 中国和日本的部分 去减持 美国的债券 国负债券 那就大件事了 中国都抛 日本又抛 接着就是 大家抢 美国的国负债券 会不会违约 你说得多 自然会害怕 所以其他国家 就会跟 所以现在就是 譬如说 中国来 举中国的例子 现在就是 2022年初 去年初 中国持有的 美国负债券 1.25万亿美金 现在都减到 8800多亿美金 历史低位 即已经减了 减了4000亿 所以这个趋势 看来都会持续 所以耶伦 就很心急了 就说不断 要去拜访中国 都说了半年 但是当然了 中国就不抢他 那中国今次 会不会真的 大发慈悲 接见耶伦 甚至乎答应他 买回美国债券 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这个是 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 当时 美国的财长 Henry Poisson Henry Poisson Henry Poisson 以前是高成的CEO 中文就是 保以森 后来他做了美国财长 当时他就很害怕 亲自飞去中国 求救 希望中国可以 购买美国的债券 因为如果中国 不带头买的话 其他国家都不会买 所以呢 当时的中国就觉得 为了一个世界的 经济的稳定 或者金融市场的稳定 终于真的 中国就很大发慈悲 他说考虑出手救美国 就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 这个就是2008年的时候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我们看到 就是当然 我们帮他解决了危机 解决问题 然后现在呢 过去那十几年呢 我们看到呢 美国就继续针对中国 针对中国 发动贸易战 发动科技战 发动抹黑的舆论战 这个行为 绝对是依索如言的 龙夫与蛇的行为 龙夫救了一条 在冰天雪地之下 冻僵了蛇 把蛇放在胸口里 给他一些温暖 到蛇醒了的时候 解决了危机 当然蛇会怎么做呢 蛇会一口咬 这个龙夫的胸口 令到龙夫中毒死亡 即是说 我们看到 原来美国是一条蛇 一条冻僵的蛇 我们救了他一次之后 过去那十几年 看到他做了这么多的恶行 那会不会再救第二次呢 聪明的人都知道 我们是不会的 所以现在这次 无论如何 中国就不会再增持美债 甚至不断地减持 减持之余 而中国更加就是 认为 就是还要做多些其他东西 就是什么呢 推美美元化 大家看到了 盧社长前两天都说过 全球贸易方面 现在首次呢 就是有个数字显示 有很多的交易 已经是用人民币交易 甚至乎有些部分地方 是超越了用美元交易的尺寸 这个趋势 看来都减不停了 难怪耶伦就很担心了 就这么说的 是不是真的很担心呢 我给大家看看 所以又不是真的 即刻美元就崩溃 又不是的 怎样说呢 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 美国的国库债券 就是被哪个持有了 原来呢 其实大部分 都是本身联储局 和美国的政府 是持有的 就是这个 淺蓝色的部分 都占了大概是三成左右 三四成 三成半左右 是不是 第二 最大持有的份额 就是这个 橙色部分 这个橙色就是 外国的政府机构 这里大概都占 这个应该就占三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 如果它欠人31万亿 如果是三成是外国 政府是持有 大概是 大概是 9万亿左右 是吧 9万亿左右 那就是 就是占三分一 其他三分二 就除了美国政府本身持有 之外 其实很多都是 比如 这个是Mutual Fund 接着有些 存款机构 接着有些是 州政府 和本地的政府 接着有Pension Fund 保险公司 和美国的储蓄 和美国的储蓄 债券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其实就是 美国政府 Federal这方面 持有没有问题 其他方面 其实也不是太大问题 因为其他方面 都是Mutual Fund 存款机构 政府 州政府 Pension Fund 保险公司 等等 去持有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三成 大概三成 就是由外国政府持有 政府政府 逐步减持 但也不是全部减持 那就是几千亿 几千亿减 如果总共有九万亿 那几千亿减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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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方面 我们看到 真真正正的 会不会很快 美国真的会违约 那我就觉得 不会 不会这么快 或者美元地位 是不是这么快 会跌到谷底 那些国家 不会用美国 美元做储备 甚至乎 不持有美国国债 那从这幅图去看 又不是 这个情况 真的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呢 是开始 就令到 耶伦就 然后就 脚震震 那 耶伦就脚震 之余 就开始老修成路了 近日就说了什么 一些都挺离谱的言论 离谱到什么呢 他就说 中国 他有一个报告的 那里写着 有个文章 写着 一些外交政策的文章 那耶伦就说 他就等同向中国发出终极威胁 就说 中国必须接受美国对现状的划分 如果不接受美国为中国画定的无害范围 和历史性的科技发展之间的界限 就是说 美国要给一个界限中国 就是 中国发展 只能去到一个界限 不可以比美国 或者不可以超越界限 否则 耶伦就说 中国将会面临大规模的制裁 出自一个区区的 财长的口中 都可以说 非常不敬 和没有礼貌 还有 有些是超越了自己的本能 这个职权范围 就等于香港当年区议会 那样 就是发烂炸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 无限放大 自己是神思 什么都关他事 那现在耶伦作为一个区区的财长 竟然说 是会 有机会 如果中国发展 不听话的时候 是会 有一个叫做 大规模的经济制裁 那事实上 就是 就是 我们看到他的 这样的 口气 所以说 就是 非常之不接受 就是我们中国 绝对不会接受这个安排 那也都 耶伦这些观点 是很荒谬 因为似乎 他也是非常之担心 我相信 不单止是一个财长 是美国其他官员都很担心 中国在某些高端制造业 或者是发展 其实已经 科技发展 或者太空科技发展 其实已经超越了美国 譬如是5G、6G 或者是AI 某些AI的技术 另外就是 整体的太空科技 我们看到的太空站 还有 这个是远征月球 和是火星的科技发展 或者甚至乎是电动车的电池发展 很多的环保设施发展 太阳林方面的发展 都其实 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所以 为什么 这么腾鸡 腾鸡到 美国的财长耶伦 都要超越自己本身的权限 做出这些荒谬的对中国的指责 另一个美国的高官 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他的态度稍微软转一点 他就说 他不是想要中国脱钩 和中国脱钩 他的核心理念就是 其实美国是想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 这个风险 主要是指中国一些核心技术领域 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冲击 也就是说 如果某些中国的技术 已经超越美国 或者即将超越美国 美国就需要作出 技术封锁 这样的意思 看完这两位官员的说法 我们都看到 我们都很体验到 究竟美国的霸权主义 其实都在两个人的口中 可以说是发挥得临离尽致 大家可以认清事实 现在究竟美国的真实面目是什么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近来可以说 更加明显 更加明显看到 当美国本身陷入 一个不是他想预见的 一个这样的情势之下 基本上就开始发烂炸 开始抹黑 开始乱地说话 开始一些普通的官员 都超越了自己的权力 乱地说话 今时就不和我日 中国的实力强大起来 我们很相信 中国也不会理这些无理荒谬的指责 中国只会站在自己本身 应有的发展道路上 即是发展一个世界共同体 发展一个为人民利益着想的策略 也会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策略 相信中国一定会秉承这个策略 从而寻求全世界平衡和平的发展 为全世界人民谋福祉 不单止是为中国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自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看清楚 听似的